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 7月11号星期四 我是佳元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表示 中国继续援额将面临北约制裁 新制生产力政策下 无人驾驶车辆大增 出租车司机 但又饭碗被抢 中国经济数据持续疲软 新加坡主权基金降低中国投资 官媒促各级政府习惯过紧日子 苏州出台十条措施 拍卖闲置房产 中间道路NGO访问台湾 说解决藏中问题 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接下来就请进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正值北约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三公开谴责中国 已经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 所谓主要贡献者 布林肯还警告说 如果中国继续援额 将面临北约的制裁 请您本来接着经纬的报道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俄乌局势不出意外 成为美国及盟国领导人 关注的优先议题 路透社报道指 北约峰会召开前夕 俄罗斯周一对乌克兰发动了 数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导弹袭击 击中基辅一家儿童医院 造成至少41名平民死亡 俄罗斯周三再次袭击乌克兰 奥德萨地区 造成港口基础设施受损 两人死亡 美国及其盟国领导人 周二发布联合声明 承诺为乌克兰提供五套 远程防空系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本周三在北约公共论坛上 提及此次全新原污计划 他还透露 北约亦将推出一揽子计划 以推动将乌克兰纳入 北约的长期议程 包括设立专门的指挥部 我们有一项非常强有力的方案 将在未来几天北约峰会期间公布 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大建一座非常明确 强大稳健光明的桥梁 北约第一次有一个专门的指挥部 来帮助一个有报复的国家加入北约 这是非常实际的组成部分 我认为这将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 虽然中国一贯否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援助 但北约各成员国纷纷指责中国 正在为俄罗斯间接提供支持 据路透社周三看到的一份 北约联合公报草案显示 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性推动者 且北京继续对欧洲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布林肯强调 北约在打破欧洲、亚洲和美国之间的隔阂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美国与欧洲盟友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的态度趋于一致 不幸的是 我们看到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来实施侵略 作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主要贡献者 俄罗斯进口的70%的机床来自中国 俄罗斯进口的90%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 这使其能够维持对乌克兰的侵略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半来齐武器装备的大规模集结 坦克、导弹、弹药 这些都是中国推动的国防工业基础的产物 因此 欧洲盟友明白中国对欧洲安全构成的挑战 布林肯还表示 北约正致力于向俄罗斯和中国发出明确讯息 包括制裁与加强安全措施 我希望任何去北京的人都能清楚地传达我刚才所说的话 及继续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提供资金 继续允许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欧洲安全威胁扩大 这是欧洲所不能接受的 这意味着 不可接受随之而来的行动 包括必要的制裁 包括不允许北京在寻求改善任何关系方面取得进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近期 上海市政府允许无人驾驶出租车 为乘客提供网上预约服务 这是继北京 广州 深圳和武汉之后的第五个城市 众多出租车司机的生意因此大受影响 许多人担心 职业司机行业会被淘汰 也有人质疑 无人驾驶车辆 是否是当局提出的所谓新制生产力之一 以下是记者前朗的报道 中国多个城市推出无人驾驶网约车价格便宜 而且轿车方便 据IT时代报网站报道 7月8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向百度制行 小马制行等四家企业 发放了无人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测试牌照 允许在未设置安全监督员的情况下独自上路营业 另据虎秀客户端消息 无人驾驶网约车罗伯快跑订单暴增 冲击数百万辆网约车司机 使得网约车司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报道说 科技进步的另一方面 是大量司机的少单甚至无单困境 据湖北发布的数据罗伯快跑单车峰值超过20张单 在武汉地区的订单总量已经突破了600万笔 对比出租车每天20张单 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超过传统出租车 武汉出租车用户徐宁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目前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城市周边地区行驶 尚未进入中心城区 一旦进入中心城区 那么许多出租车司机就要失业 他说 曾经开过出租车的徐宁说 随着无人驾驶车辆普及 中国数百万名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的生活 将受到严重影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自2022年底以来 中国其他三个主要城市已采取了类似举措 允许没有安全操作员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运行 这标志着 中国在自动驾驶商业方面迈出了更远的一步 中国有数十家公司正致力于完善自动驾驶技术 并将其适用于中国的道路 不过 徐宁说 中国的无人驾驶汽车存在着不少问题 有宇伦认为无人驾驶出租车是中国政府力推的新制生产力产品之一 是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但这些新技术的引入确实可能对部分群体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上海居民江先生说 租车车司机的未来已经可预见 政府应该提前应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全朗报道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下周举行 但在畅好经济光明的主旋律下 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并没有带来喜讯 反映消费力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也就是CPI 创三个月以来的新低 经济疲软状况没有改善 同时 长期使中国最大机构投资者的新加坡主权基金 淡马锡 也降低对中国的投资 种种迹象显示 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加剧 今天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公布最新的数据 六月份的工业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同比下跌0.8% 是连续二十一个月出现负数 同日公布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同比升0.2% 创三个月的新低 六月的食品价格同比下跌0.1% 多项的物价比5月10均有下滑 其中鲜果价格跌8.7% 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核心CPI同比上涨0.6% 保持温和上升 经济学者施令表示 虽然中国已经出台多项振兴经济的政策 但房地产和消费需求也没有好转 物价是接地气的经济数据 持续下滑 凸显民间的信心危机 连CPI都跌跌不休 说明居民甚至连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资 也就是食品的消费都变得十分谨慎 更不用说那些生活的奢侈品耐用品 消费就更低迷 更重要的是它延续的是一种下滑的趋势 就更加做实了外费对于中国经济 正在陷入到深度下滑的这种担忧和预测 老百姓已经对中国政府的 这个国家政策已经是上市信心 然而老百姓的恢复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 恐怕这个可能性是位乎其位的 旅美的中国经济学者陈小荣不认同 中国政府指CPI保持温和上升的说法 因为轻微的升幅 有可能是统计的误差造成 又说消费萎缩和储蓄率下滑同时出现 是代表消费市场没有动力 和民间的消费能力不足 泡面 榨菜 矿泉水 这三样都在涨价 但是鲜果价格越贵的水果跌得越厉害 主要钱不多了 把三年的饭钱变成五年吃 那不就天天泡面了 拉着它的整个物价往下跑 只要发生这种持续的下滑 这个下滑本身代表的就是趋势 就是可以讲说中共的这个经济的下滑 这个趋势没有扭转过 另外多家媒体报道 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西在周二表示 降低中国资产占起投资组合的比例 从2020年时的29%降至19% 但同时提高在每周的投资占比至22% 是最小十年来淡马西的中国资产占比首次低于美国 陈小龙表示 他们和华尔街一样 误判了中国经济复苏的能力 新加坡认为中国是集权政府 可能力量就大 他想做什么就能做到 所以他们迷信中国集权政府的力量 他们原来对中国经济复苏抱有期望 也因此他们撤资不积极 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发现就没有可以让他们感到乐观的变化 最迟钝最不想从中国撤资的新加坡 他开始撤资就表明他们也绝望了 就是他还是想挺的 但是他不能割肉挺 晚撤出来的代价更大 司令也表示 脸铁粉和忠实支持者 也降低对中国的投资比例 显示对中国经济有好转不抱希望 旧亚洲电台记者陈纸飞报道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题为 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的文章 将所谓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 作为每季度中央部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情况评估的重要因素 近日 苏州市政府还公布了习惯过紧日子的十条措施 其中包括公务车未满十年不得报废 闲置房产要拍卖等 向前请听记者前朗的报道 在中共七一党庆当天 人民日报发表要求各地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的文章 敦促各地政府将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 作为每季度中央部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情况评估的重要因素 还表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坚持精打细算过紧日子 围绕当好精算子管住一篮子防止开口子等 文章强调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要求 是建设高校连接政府的重要内容 也是缓解当前财政收支矛盾的客观需要 时事评论人士朱沐本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当政府运作出现资金问题之时 从不正面告诉老百姓类似现象不断重复 他说 祝募认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搞大约进发展人民公社 以至于粮食欠收提出节约用粮 官方都是通过口号转移民众的焦点 江苏网民尹先生说 当地居民都知道苏州政府财政极其困难 一些企事业单位除了减薪 有的连工资都发不出 官媒上述文章发表一周后 苏州市政府对过紧日子做出实质性回应 据现代快报报道 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应发 苏州市深化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失调措施 其中包括在资产方面要推进低效运转资产集中管理统筹使用 闲置土地 房产等要采取置换出租拍卖等方式深化盘活利用 全面推进资产跨地区跨系统调剂使用 措施还提出今年底前 苏州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全面建立资产 休旧立废服务体系同时加快资产资源共享共用 今年底前全市党政机关和相邻办公区之间会议室 公共服务设施要全面共享共用 苏州网民魏宏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政府财政困难还鼓励工职人员下海经商 不仅苏州浙江也出现类似通知 据人民公安报7月5日报道 江苏省公安厅近日也发布 厅机关例行勤检节约 坚持过仅日子26条措施 内容包括对可持续使用 或进维修后可正常使用的设备 进维修后进入公务仓进行再分配利用 鼓励在机关食堂就餐 以每年10%的比例 递减办公耗材申领额度 严格执行空调开启条件和温度设定标准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前朗报道 西藏流亡社群中间道路运动的组织成员 近日首次访问台湾 该组织认为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年时已高 解决西藏问题面临急迫性 并推崇达赖喇嘛提出的所谓中间道路 或可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范例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近日在美国 接受膝盖关节手术 并度过89岁的生日 他透过视频说明手术成功 身体状况良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李问 都在X平台祝贺 台湾佛教徒并举办祝寿音乐会 不过流亡藏人则喜忧参半 中间道路民众运动执行委员 才望兼赞以藏文发言 现场中文翻译转述他的说法 就台湾来讲的时间是站在台湾的这个层面 能拖延时间对台湾来讲是有优势的 但是对于西藏来讲的时间不再等待 就像尊者大也喇嘛 已经到了89岁的高岭 每一天对西藏来讲都是一个紧急的状态 西藏的这种为民主自由奋斗 这个行动已经是非常非常紧急了 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秘书长 但曾悉尼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西藏台湾人群连线 9号在台北举行认识图伯人的中间道路座谈会 邀请首次访台在2008年 与印度达姆萨拉成立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的成员 他们连日来在台湾拜会立法委员NGO和青年等等 推动中间道路的理念与行动并出席两场座谈 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会长戈西洛桑曲培会中就提到 为了与中国政府和平对话 1974年正式提出了中间道路的名称 1997年9月18号获得流亡西藏人民议会一致通过 其定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下 实行民不其实的西藏高度自治 但曾希宁强调 我们的国家就是在一个雪山上面 被雪山环绕 所以我们不是很想去跟世人纷争的一个国家 但是当时我们被迫卷入到了这个纷争中 西藏从历史上来说 他的自主的 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个freedom 他的一个independent 是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状态 这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西藏自古以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话题 这个是我们从来都不可能妥协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本来就是事实 杜桑曲培提到中间道路的特点包括非暴力 符合事实与真实状况 促进世界和平 超越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 财旺奸赞也指出 藏人面临的紧急状态是 中国政府加速把藏人变成汉人 藏地变成汉地 西藏台湾人权联县理事林信仪指出 达兰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 是认为对中国和西藏都有利 是出于慈悲与伟大同情的政治提议 藏中和谈在2010年中断至今 不过诞增悉宁人说 他认为中间道路是可行的 中国如果是他再继续强大下去 他想要成为世界第二大国 或者是第一大国 当他到了这么大的一个高度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去解决他里面的问题了 藏中问题 香港问题 东途就散的问题 这些他都一个一个都必须解决 如果他想要在世界当一个大哥 当一个榜样的话 或者说如果说中国 他就不小心 他哪天他就瓦解了 那我们又有一个机会了 但曾希宁认为 藏中问题并非政治立场问题 而是事实和谎言之间 正义与不公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中间道路 给世界一个example 给世界一个 如果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 有一点点的冲突了 不是不是 马上就要把机关枪就放了 然后原子弹就开始准备了 而是可以 你坐在这边 我坐在这边 我们对话呀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我们可以取得哪一个中间点呀 但曾希宁还说 藏人认为藏人和华人可以是潜在的朋友 通过中间道路得以民补其实自主自立 一起生活在一个区里 就像欧盟一样 不是要活在汉人下面生活 而想要和汉人及50多个民族一起生活 希望把西藏变成无战争和平的地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谢华 台北报道 近年来 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变化 以及中国内部政治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旅居澳大利亚的藏人社群和华人 对汉藏关系日益关注 对此 当地藏人代表和中国民运人士 举办后习近平时代 汉藏关系趋向座谈会 希望针对未来中国形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提出应对策略 以下是记者邱德珍发自悉尼的报道 这场座谈会上话题焦点之一 就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对藏汉关系的影响 目前流望加拿大的中国童话教育专家 加洛指出 他在研究中共强迫藏人 就读技术学校问题的过程中 发现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共对藏人实施的文化灭绝政策 已经变本加厉 从16年开始在整个藏区 以义务教育的形式 把四岁到六岁的孩子 强加到技术的学校里面 进行强制性的汉化教育 加洛相信藏人已经对中共政权失去信任 由于习近平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政策 和文化灭绝性的政策 我可以这样讲 基本上破坏 彻底破坏了藏人的这种信任感 加洛指出 面对中共极端民族主义 藏人必须重新检视 以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 加洛主张应该争取民主自觉 取代原来的中间道路 这次座谈会的讲者之一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 巴瓦格桑兼参 在回应本台提问时 强调中间道路是既定政策 当他在推行一个非常极端的 极权的统治的时候 更要让受这种苦难的人 你知道我们在追求的 这个中间道路政策的一个必要 让他们了解 巴瓦格桑兼参指出 藏人行政中央自力贯彻推行中间道路 并不会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 而轻易摇摆 加洛回应本台提问时指出 西藏前途应该是由藏人 以民主方式来决定 基于整个民主的原则 从西藏内部的90%的藏人 和国外的10%的藏人 从民主的原则走的话 对未来的这种抉择 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去进行做决定 这次座谈会的讲者之一 西里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 中国必须先争取落实民主宪政 让中共极权瓦解 是中国境内各民族 获得自觉的逼经之路 基尔亚洲电台记者 他们关于709事件的感想和见闻 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人权团体人道中国负责人周锋锁 在会上发言表示 709大抓捕已经成为了 中共镇压的符号 在这次大抓捕之后 人们用各种各样 很有想象力的抗争方式 使这一事件被国际社会了解 他说 周锋所表示 目前国际社会 对这一事件的关注 已经很广泛 这个打压这么多年之后 至少从声势上 这个声势还是很大的 所以中共的镇压是失败的 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 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玉品健 在会上发言中 谈到了中国当局在709大抓捕中 进行严酷镇压的原因 认为这是因为 社会各阶层的人士 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步骤 来对抗这个集权的统治 来给弱势群体维权 所以才对我们痛下杀手 不少709大抓捕的亲历者 参与了本次会议 广西南宁维权人士李彦均 曾在2015年 与一批维权人士 前往山东围方 围观声援徐永河案 此后李彦均被中国当局抓捕 遭判刑两年五个月 而围方的这次事件 也成为了709大抓捕的序幕 李彦均在会上将六四屠杀 与709大抓捕相提并论 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进行 围观声援活动的维权人士 在709大抓捕中 遭中国公安追查 于2015年 一据美国的律师 钟景华在会上表示 在近年来 大家可能这个打压越来越重了 但是我呢还是希望能够 把这709也好啊 中国人权律师团也好啊 尽量的能够 大家保持发声吧 在本次会议上 人们也讨论了 在当前中国更加严酷的 极权统治下 如何展开新的维权活动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孙城旧金山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 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 今年6月卸任的 英国前陆军总参谋长 桑德斯表示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形成的新轴心国 比第二次世界大战 轴心国所构成的挑战 更为致命 桑德斯指出 中、俄、伊、新轴心 更相互依存 彼此间更协调一致 他认为 世界正在面临 自二战结束以来 最危险的时刻 桑德斯星期一 接受英国《泰晤士报》 专访时警告说 多数评估显示 北约各国 仅有约5至10年的时间 可以做准备 抢在俄罗斯 重振旗鼓 并再度具备 全面侵略 其他国家的能力之前 而如果北约 周二在 在华盛顿召开的峰会 无法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 乌克兰很有可能会输掉 抵御俄罗斯侵略的战争 路透社星期二 援引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印度计划斥资10亿美元 加快在喜马拉雅山脉旁的 阿鲁纳切尔邦建设12座水电站 此举可能会加剧与中国的边境紧张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 阿鲁纳切尔邦位于印度东北部 水电潜力巨大 除少数几个县外 中国对该邦的大部分地区 宣称有主权 将其划入藏南管辖区 并反对印度在该地区 开展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曾于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期间 短暂占领部分地区 自2020年中印再度爆发边境冲突以来 两国都在努力改善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 据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 中国财政部正在加强对 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审查力度 旨在弥补发现企业非法行为不足的问题 德勤 安永 普华永道和毕马威 还有他们对金融和高度举债公司的审计工作 是本次审查的主要目标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